小老大们大家好呀 这里是小鬼头 黑洞瓜 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吧 它能吸收并破坏当格范围内所有僵尸 那如果我说有僵尸可以躲避它的攻击 你信还是不信哦 现在我们就来做个测试 这里小鬼头的移动速度是2 可以看到它被直接吞噬了 接下来我们对移速进行修改 从2变成4 这样小鬼头能否成功传过去呢 好吧还是不行 我们继续加大力度 4的移速变成了6 还得继续加强 8的移速它能成功过去吗 8点不行我们再试试10点 现在已经调整到了12点 我现在还是差了点 调到14吧 还是一样 这次我们上升到16点 成功了 16点成功传过去 现在再回退一下15点呢 15点也成功通过 总结 小鬼头只需要达到15的移速 就能躲过黑洞瓜的吞噬 接下来我们再尝试一下 香肠小鬼 这里是调成了15的移速 香肠小鬼挑战失败 再来试试16点 还是一样的 直接上18的移速 我还是失败 很明显 普通小鬼的移速 在香肠小鬼这里不适用 这里直接上25吧 25点成功通过 24点好像就不太行了 总结 25点香肠小鬼 就能无视黑洞瓜的吞噬效果了 我们下期再见